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就是一个华人在海外一个新的创生 他将这个节气丝骨还有这个书法 在这片土地上结合出一个新的元素 叫二十四节区 其实二十四节区在马来西亚这个赤道的国家 你是没办法感受得到的 早一代人他们就用这二十四节区刻在这个骨上面 从而提醒这些马来西亚的华人要懂得过节 然后也在节庆里面享受着自己华人的文化 喊声还会更加加强大家这个表演 自己去做喊声 你要什么时候喊都可以 1997年的时候 全中国第一支二十四节区就在我的母校 华侨大学成立 就是因为有一群留学生 将这个打鼓的精神都带到那里去 然后后来我到那边留学的时候 我是成为那边的队长跟教练 在那边教课 我毕业过后我回到马来西亚 我当了十年的教师 我边当教师我边在摸索 就是说我的人生到底要的是什么 后来我觉得原来打鼓它就是我的一个人生 就是我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就想说 要把教育跟文化传承跟做好 我觉得他们可以在打技业中快乐的成长 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 甚至可以得到表演的机会 可以出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 郑老师和鼓团经常收押到各地去表演 二十四节令鼓 这次就要回到他的母校 华侨大学 参与二十四节令鼓队 第十七届校园公演 华侨大学的公园现在在加根舞台了吗 早期最早的公园就是在叫一个篮球场煮饭 哈就是在篮球场随便打的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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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二十四节令鼓它就是华人的一个精神象征 代表着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个坚强 甚至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华人文化的一个精神 第十七届校园公演 我们的生活就是雨中生活 我们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想要让世界看见这个二十四节令鼓 无论在什么舞台我都珍惜 我一定会错 但是我也是会紧张 所以我要在彩排组于克服 加油 加油 来 跟上 美国团 华侨大学工业 祝大家今天晚上成功的演出 后来我就在中国的各地鼓励马来西亚留学生 可不可以把这个马来西亚的二四千古文化在那边扎根 所以慢慢的影响到天津 上海 北京 广州等等的高校 它都建立起了二十四节令鼓 中国已经越来越多二十四节令鼓队 所以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互相影响下面 二十四节令鼓可以表演出一个时代的故事 让世界平坚 古生不息代代相传 文化传承 生生不息 我们今天走在这一条路上 我们要让它这个古生不会熄灭 而且是一代一代往下传 我觉得之所以中华文化到现在可以传承又保留得这样好 就是因为在每一代人里面都有像他们这样伟大的存在 不管经历了多少 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追出的那颗星 感谢观看